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有话问你 怎么了 为什么会有你跟张天愚抱在一起的照片 说呀 我答应他 每天晚上去医院看天洁 那天晚上淳浩我有点不舒服 结果他送我回来 没想到就被偷拍的照片 这是个误会 误会 那你为什么要每天晚上去见张天杰 为什么要跟他讲在一起 雪雪 你能冷静一下 我没法冷静 我才走了几天 你又把事情搞成这样了 你给我个理由行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他们姐妹 两个掺和在一起 那是什么 因为我必须去看天洁 我欠他的 你欠他什么 他肚子里的孩子 是我的 你现在说什么你说一点 是我让他怀孕的 你还不相信 你还不相信 我和天洁 我和天洁 就是有那样的关系 我和天洁 我和天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雪雪闹还不够吗 你怎么也来劲了呢 好吧 我听你的 不过 这次我一定要搞清楚 他罗文凯到底做了什么事 让雪雪那么伤心 如果他做了对不起雪雪的事 我绝不会饶了他 天忆 最近片场戏也挺多 也挺忙 这不星宗也当头了吗 他忙完他肯定回来 他有这样的忙就好了 有本事一辈子也别回来 咱们哪儿都用你一份啊 你烦不烦啊你 天忆 那星空他东部生气了 你忙完这两天他肯定又回来 我知道 你赶快把换起的衣服 给他送去吧 成 天忆我先走了 我也先走了 让开点 等会 你这大晚上的笨哪儿这是 关你什么事 怎么着图纸摸法 哪主这么不开眼 气满嘴跑我这儿躲开点 我 真的是你吗 我 还记得我们三岁里年 我 等下停 停 我看一下词 不是太熟 真的是你吗 我 我 对不起 老导演 咱们再来一遍 真的是你吗 我 我 停下 停下 去玩 帮我找老导演 别总是强调自己的时间宝贵 别人的时间就不是时间了 今天晚上我还得和萧总吃饭 就这么简单几场戏 都玩了这么多条 只不过也是 现在是个人都说自己会演戏 就这么简单的几句 来干嘛 我说你说话注意点 你以为我想演你们这破戏 这个是你们张导三番五次打电话求我才过来 是吗 那你就给人导演一点面子好好演 一个小小的模特在这个圈里会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天热 天热 容易上火 咱们都别着急 就你这破戏 谁爱演 谁演 你等 我说小冬奶奶 她这一上午我给她五千块钱 她可不能走的 这戏可是萧总偷的钱 要着急也是她 你快去把她叫过来 去 我 我的小姑奶奶 这可是在糟蹋你们家的钱 她可不能走 你说句话 你把那人都找回来 我 来 丁哥 别跟我说 这些我不拍了行吗 我多大一会儿 来你们这破局 我吃多了撑着我 外边给我多少钱一天 我来你们这儿 那演员什么样子 导演跟你说声对不起 改天请你吃个饭 行别着 改天我请导演吃饭行了吧 谢谢 对不起 对不起 追着没有 老大爷 她走了 我的小姑奶奶 这个场景我这租了两个小时 没有男演员跟你配戏 我们还拍个屁 萧总说了两天拍一集戏 这时间本来就够紧的 快去 跟我找男演员 快快去 导演 这剧本我熟 才也下得来 要不我试试 就你 你这 词你熟吗 我才熟 这样吧 慢慢试试 这 你到底是谁 你还记不记得 十五年前在河边 帮你钓鱼的男孩 你记不记得八年前 在大雨中 给你送那把主子的男孩 你还记不记得 在三年前家乡的西台下面 你碰见我的那个男人 难道 就是我 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 一直都在守候着你 真的吗 我不是在做梦吧 你不要走 你看 看 好好好 真不错 好 来 告诉编剧抓定时间 给他们加场戏 好嘞 谢谢老爷 不错嘛 演员挺好 哪里 谢谢陆姐给我一个机会 以后多多努力吧 会 你 不错 你 你 你 喂 喂 喂 文凯哥 是我 天宇 你在哪儿 我在家呢 有一个生病的孩子 他父母明天要带他去外地看病 一定让我陪着去 那是 今晚我就在家收拾东西 不去我姐那儿了 好的 你放心吧 那好吧 那好 再见 再见 我说你怎么搞的你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这小剧场话剧是公司的大事 这马上该演出了 这连个角色都定不下来 你还想不想干了你 我告诉你啊 演出前这个演员落实不了 你给我调耳钢丝往上上 就这么着 怎么了 至于吗 还有你拿不住的事 这我们公司不是那个小剧场话剧吗 需要这么一个角色 交易场戏 当然要求高 一定要得调着威亚上场 得会武剑 翻跟头 最重要得会演戏 前两天我那戏里临时抓了个人 他应该合适 那小伙还行 是个替身 演戏也不错 我估计你跟他谈谈 给他个撒瓜聊早就成了 谁啊 文贵哥你好 你好 文贵哥来了 坐这儿 来 先补一下妆吧 好 谢谢 谢谢 文贵 今天晚上可都看你的了 来 进来 给你介绍一个咱族的演员 他怎么来了 我这不这样跟你说呢吗 咱族演员巴汉的演员临时生病了 这上午的形象不错 戏也不错 我找来替一场 大婉走台的时候多跟上一点 他会演戏吗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专业的演员 我不愿意跟不专业的演员在一起演戏 如果坚持你让他演的话 那我就不演了 文贵 你别这说难为我好吗 你说 马上开演了 我上海找演员去 再说了 这个戏 可是为你男生动作的 这记者都到场了 再说票都卖出去了 你说不演就不演了 你说那观众怎么看你 你怎么看你 演就演吧 反正只是一个小角色 对对对 说得对 一小角色了 来 先来跟罗老师打个招 你放心 我会好好演的 我会好好演的 我会好好演员 我会好好演员 我会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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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句话 我躲在冒秘的草丛中 像一条狗一样往四处彷徨 在纷浪的山场上 我亲眼看见 自己美貌的妻子 遭到她们的柔历 情舍的孩子 被他们活活地吊死 так 那个时候你在哪里 你的王兄骑在高头大马上哈哈大笑 他看着自己手下的士兵粘满鲜血的双手 图他一个又一个无辜的生命 你为什么还蜷缩在众人的背后 你怎么没有想到天地界还有东西叫做崩灵 叫做人脉 不 我的双手是干净的 我的灵魂是清白的 我的剑上没有沾染过一滴你们族人的鲜血 我的马蹄下没有践踏过一个你们部落的生灵 王兄犯下的罪连我也说不清 为了抵抗他的暴政我愤而起兵 可是兵败不敌 如今我为他追逐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 鬼使神差的遇到了你 少用这种花言潮语来迷惑我的心 我夜地异族的人生性交接残暴 来吧 亮起你的剑 今天晚上你我要决意死战 用你滚烫的鲜血来激烈那些 永不安息的灵魂吧 阿 阿 阿 你刺中了我 老天爷 这个罪人 他罪了我 我要诅咒他 他活着的时候 他会受到千刀万刃的痛苦 他死的时候 他的灵魂将永生永世的 在烈火中退烧 上天 你要给我作证 只要我们部落里面 还有一个人活着 我们和叶帝异族的仇恨 将永远不会高效 老天爷 有 natuurlijk 我 是 与 思总 这个《天涯》的第三稿剧本已经出来了 导演看过了 非常满意 对了 昨天晚上小剧场话剧演出得非常成功 今天各大报纸的剧评都登出来了 除了对刘文凯以外呢 咱们公司推出的这几位新人也是备受关注 对了 我听说昨天晚上一个临时救场的戏不错 那是毕业的呀 您说的 那个是刘兴东嘛 他那是哪儿毕业的呀 一替身演员 天天在片上泡着 不过那小伙子 身手形象还都不错 原来是个轮改做拽替身的 思总 这文凯啊 现在是越来越红 这脾气呢 也是越来越大 有时候啊 还真是不是很好伺候 您看 咱们公司是不是培养了两个新人 这西路呢 跟文凯差不多 这万一哪天要是文凯给咱撂了 也省着咱做辣 您说的 可以说啊 罗文凯是我一步步地看着红起来的 年轻人嘛 容易冲动 有些事呢 我可以再给他时间 让他想清楚 好 至于你说的要培养新人 我觉得有道理 这样吧 你去给那个刘兴东说一下 公司下面呢 有几部戏 可以安排他试一试 让他呢 珍惜这个机会 恩 micro Personally 问� treball看 问客 得罪谁不好 非得得罪大小姐 这个房间给您 没什么 哦 谢谢 K姐姐 再见 小姐 等会再 等会来找我 直接打了 快去吧 好 你好 你好 小姐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我想问一下 年初的时候 罗文凯是不是来过这儿 罗文凯 你演电视剧了 对 有印象有印象 那人可逗了 年初的时候在我们室订了三天房 可他一天都没来住 没住 你不会记错了吧 不可能 我一个好朋友是罗斯工厂的 他听说罗文凯要来住 还让我跟他要个签名 结果为了这儿 我还特意换了班 可一连三天都不见他的人影 那会儿我们还说明星就是有钱 住这么贵的饭店 钱花了 人都不来住 那是谁给他订的房呢 一个女的 二十多岁 对 他来的时候订了两个房间 他自己住一个单人间 用罗文凯的身份证订了一个套间 可光那女的住了三天 那个套间一直空着 你的意思是说 那三天只有那女的一个人住 没错 他一个人来的也是一个人走的 那是我们的第一次 男女之间的事情有了第一次 这儿就会有第二次 在天津的酒店我们一直住在一起 年初的时候在我们这儿订了三天房 可她一天都没来住 可光那女的住了三天 那个套间一直空着 我能够脱掉了 脑子里长了脑腰 我做了几十年的脑科医生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你的身体很健康 根本没长什么瘤 那我为什么会经常剧烈头痛 经常会头昏失眠 如果脑子里没长东西 怎么会这样呢 也许是因为你的工作压力太大 精神上受到某种刺激 有一些抑郁症的表现罢了 我没有抑郁症 试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来吧 我们回去吧 老大哥 你没事吧 谢谢你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喂 你好 陳主任嗎 我是張天玉 我想問你幾句話 我現在很忙 我就問幾句 您只要告訴我 是或者不是就行了 好吧 3月20號那天 羅文凱和我姐去你們醫院 不是為我姐插懷孕的事 而是為羅文凱 去插天生方面的問題 是嗎 你是怎麼知道的 求您了 您去告訴我吧 是 羅文凱得了抑郁症 是嗎 是 我明白了 謝謝 怎麼又是你了 我很累了 有什麼事明天再說行嗎 給我五分鐘 我說完就走 你喝酒了 你到這來 不是想看我和你們喝酒吧 要說什麼了快說吧 我很困 我累了 你總是這麼累 是不是因為你生活中 充滿了太多的謊言 什麼意思 我這兩天一直在想 什麼事情才是你最懼怕的 是鬧出種種緋聞 影響你的健康形象 是你的前經紀人 還了你的孩子 還是你刻意隱瞞 你得了抑郁症的事實 你在說什麼呢 你胡說什麼 你快走吧 我說什麼你很清楚 你得了抑郁症 你失眠 頭疼 脾氣暴躁 甚至還有自殺的形象 今天在天台上 你幾乎就要跳下去了 你現在病得已經很嚴重了 匯及記憶 只會擔入治療 只會增加你的痛苦 你胡說什麼 我沒有抑郁症 我很健康 你別騙我了 我已經問過陳主任了 他告訴我 你三月份的時候 去過北方醫院 做過詳細的精神鑑定 可是當結果出來以後 你去逃避了治療 因為在你內心深處 你一直在逃避著 你得抑郁症的事實 你更怕別人知道 你這個秘密 所以當我去見陳主任的時候 你怕得說出真相 你就搶先把我帶走了 之前你一直否認 我姐的孩子 與你有關 可是那天 你卻很痛快地就承認了 現在我想 你當時態度轉變得也太快了吧 你說你跟我姐 在陽光海岸的時候 住在一起 可是我卻問過 那三天你根本就沒有出現過 我真的懷疑 你跟我姐 你到底有沒有 你所受的那種關係啊 就算不在那裡 我們也有很多機會發生關係 對 我承認 也許你跟我姐確實來往過 可是我現在 卻不太信任你了 因為你對我說了太多的謊言 一個人之所以說那麼多謊言 一定是有原因的 你就是為了掩蓋你那個最大的秘密 你得了抑鬱症 我相信 除了我姐之外 沒有第二個人知道這個秘密吧 你不要再說了 你胡說什麼 你胡說什麼 ème Nak 她剛剛不是客氣果嗎 不是 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她好了 她 southern 她們好 你真的没事啊 那我走了啊 对不起啊 罗文凯从头到尾说了那么多谎话 我现在真怀疑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他的吗 那天也实在太巧了 他知道陈主任要告诉他生病的事实 他就出现了 还有在阳光海岸的时候 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呢 你给他订了房 他却没去住 让他做什么去了 他去哪儿了 如果孩子真的不是罗文凯的 那你爱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啊 为什么你每个人都有那么多的秘密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我对你的生活 其实是一无所知的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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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 李小 护士 快来 我姐姐醒了 你快点 你快点 帮主任 我姐怎么样 她是不是醒过来了 你姐的神志已经恢复了 不过她身体太虚弱了 你不要让她太激动 她受不了太大刺激 那 那就是说她会好起来的对吗 从目前情况来看 你姐身体的各样功能会慢慢恢复的 不过 她的大脑受到了撞击 所以呢 影响了她的发音功能 暂时还不能说话 不过你跟她说什么 她还是听得懂 天悦 去看看她吧 好 姐 姐 姐 你终于醒了 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 我不会 你 老婆 同时他要熟读天涯的第三部剧本 为新系的开开做好准备工作 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新的提案 公司一直把中心都放在彭龙文凯身上 不过我们要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 从现在开始培养一些新人 给公司注入新鲜的血液 我看这势在必行 在一个成名演员身上 可挖掘的利润我们现在牛做到最大了 所以我说从现在开始 我们培养一些新人 在他们没有成名之前把约签死 只要我们目光准确 等着这些新人哄起来 对我们公司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都是不可估量的 杰总 你说呢 杰总 我们这儿在开会 对不起啊 刚才有点走神 你 你刚才说什么 你是不是出什么大事了 没什么大事 没什么大事的话 你就认真听开会行吗 如果要有什么大事 非你解决不可的话 我就不耽误你了 是 详细说的 真没什么大事 本来这件事 想在会后向你们汇报的 你就现在说吧 我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刚才这个电话是医院打来的 说张天杰醒了 我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你说什么 说张天杰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植物人了 医生说他很快就会恢复健康 雪雪 你去哪儿啊 头有点晕 我就洗把脸 你去哪儿啊 雪雪 爸 你先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安静我 我知道你 一直不太喜欢张天杰 不过呢 她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女人 你想想 她能从一个植物人状态中醒过来 我们都应该为她高兴才对 我没办法为她高兴 是她毁了我一生的心 有件事我没跟你们说 罗永凯告诉我 张天杰肚子里的孩子是她 很可笑对不对 我爱了她这么多年 她现在终于要有孩子了 而那个幸福的人却不是 她们也在外面 是她的心理 怎么 way 怎么样 他还在哭吗 哭累了 总算睡着了 这两天 他要是出去散散西 你别管他 让他去 咱们这个女儿是太爱罗文凯了 这个打击对她太大了 我还是觉得文凯是个好孩子 他和天杰的事未必是真的 家作真来的真一家 他们年轻人分分合合的 这也正常 我现在别的不担心 最担心的呢 是咱们雪雪 能不能挺过这一关 你看你最近瘦的 我多心疼啊 咱们哪吃啊 哥几个 你对我真好 看来你是我女朋友 我当然得关心你了 你怎么跟这儿呢 天哥 你们先过来 挺巧的 是啊 是够巧的呀 呦 魏的记者 哎 您这么有身份一人 咱们也跟这儿吃饭 这独特分的这个 哎 话不能这么说嘛 小小姐 我也是拼命出身的 哎 这儿东西不错 哦 冯丽最爱吃这儿的菜 是吧 嗯 哇塞 这瘋婆子最爱吃的 您都知道 小姐够深入的呀 哦 你还不知道啊 冯丽现在是我的女朋友啊 快吃快吃 嗯 行 看来你们俩早就在一块了 哎 杨总 打个忒大了吧 那魏记者这么德高望重一人 你也敢当啊 这你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啊 这么大一事怎么不通知哥几个一声呢 通知你啊 就你那嘴 别人不了解我还不了解啊 告诉你还能有好 是 我就是一俗人 可我真打心底里面为你们俩高兴 好 那谢谢啊 不客气 得嘞 你们先吃着 哎 雷哥 这儿里边 来来来 换地儿换地儿了 走吧 咱 嗯 换地儿 出去啊 咱尝这个吧 好 这个花花点 来来来 这儿大杯 来来来 这儿大杯 来 温雅组 再来 再来 满地儿 一会上那儿去检查一下啊 好 把眼睛再下来 又没太阳带什么眼睛 好嘞 哎 你说什么没听见 把线上好了 把线上好去 好 把线上好去 你上腰啊 你把那个针移过一点 还有你这个 那个伞子 别换 如果这次 帮个公司真的跟我签这个约 清晨组啊 先由你来带了啊 哎 哥 你饶了我嘛 哎 你就当我烂泥浮上墙吗 我是 干不下来 我说你 你还真的是放了西瓜检枝吗 是吧 啊 不就是冯丽哥的那个什么 未记者吗 你至于吗 什么样 哥 过来了啊 甭打 哎 你看见兴东了吗 有兴东 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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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奈子 出大事了 什么事啊 天狱她姐姐醒不来了 真的 这好啊 兴东 今天咱们一块陪天狱去看看天杰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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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